这次呢讲的是ABC法则里面的 为什么要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 然后呢ABC什么意思 以及如何扮演好A角色 那这一次呢就是中篇 下一次还要再讲 中篇呢讲的是如何扮演好B角色 那这个是占大头非常重要 好如何扮演好B角色 那B呢它作为一个桥梁 在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它呢对整个谈话的成败 占70%左右的一个分量 所以说呢B必须自己认清自己的一个重要性 那B呢就是它是作为一个整个谈话当中的一个调和 以及助燃剂的一个角色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B呢它是很敏感的 并且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就相当于说B呢它类似于一个雀桥 然后呢让A和C这两个像牛郎之女一样的人呢去相会 所以说呢这个桥搭的结实不结实 是否安全可靠 就完全完全取决于B这个角色 那第二个呢是B呢要做好前期的一个铺垫工作 要让C知道要见什么人 对要见的人要产生一个好奇心 等一下啊我关一下门 好那在A和C碰头之前呢 B要努力的拼命的推荐和赞扬A 从而呢提高A的一个信用度 至少要让C对这个邀约有一定的一个憧憬 或者呢让他有一定的好奇心想要和A来沟通 那这样呢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呢 C一般呢会比较期待 也比较容易放下心来听A来讲话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B是要借力的嘛 那如果B借的力和B自己差不多的话 那么C还有什么必要要跟A见面呢 对吧 也就是说 跟B去跟C去推荐之后 他至少要让C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觉得说A这个人是可以帮助到他的 所以说呢这个B要做好 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还有一点很重要 B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去推崇 那这当然呢是要建立在对A的背景了解 以及A对自己的一个帮助的感恩的这个基础上 这样子才能会发自内心的去推崇嘛 但是呢有些B自己都还没有认可A这个人了 或者呢他自己跟A有些过节的 那么这种情绪一定会传递给C的 那C还会愿意去听吗 还不如B自己去讲 所以说呢这个B自己内心也要搞清楚啊 好第三个就是B呢 做好前期铺垫的工作 第二个就是要做好基本的教育 要让C知道见的人是要讲什么东西的 那在这个他们跟A见面之前呢 B呢应该要给C讲保音的 USANA基础的一个概念 至少要让C知道 今天来见A是为了来了解 财务与健康自由的 是来听保音的 包括呢要大概了解保音是什么样的公司啊 公司在经营什么产品啊 产品品质怎么样啊 那至于为什么要用直销来经营 生意这个东西啊 就是关于模式方面的 那B呢可以讲也可以不讲 但是呢一般性呢最好是讲 因为呢当B把该讲的都讲了之后 并且是有技巧的讲了之后呢 如果C他还愿意来听的话 那说明C心里知道是来干嘛的 至少是知道来干嘛的 而且呢A在见面当天 如果是讲到事业这一块的话呢 C起码也会有一个比较大概的概念 否则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到了现场之后 C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那么当A开始讲保音的时候 他们那个C呢 可能就没有一个听话的企图了 可能会茫然 甚至会有被欺骗的一个感觉 只要有这种感觉的话 那接下来就会比较复杂 就比较难做 甚至这个ABC就会失败了 所以说呢 今天如果你要做ABC的时候 必须要给C有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教育 那在教育之后呢 他愿意跟A来见面 对A有好奇心 他认为可能A在某个方面可以帮助到他 也知道呢是过来听什么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 能够让这个ABC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好那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B必须配合A提供C的一个背景 这个呢B必须要做好的一个功课 必须要告诉A 这个C的一个整个状况 包括工作状况啊 家庭状况啊 身体状况啊 身体要哪些补充的呀 要求是什么呀 或者是他对事业的要求如何呀 对财务自由什么想法呀 做过直销没呀 需要了解什么呀 也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切入点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说白了都是围绕着整个健康与财务自由的嘛 对吧 那比如说我很想要赚钱的或者是父母自己小孩身体啊方面有哪些要补充的这些必须全都要告诉A 那A呢才能有地方是的去讲 那如果是要补充身体的就是对产品方面的那就从健康产品的角度去切入 那如果是想要做事业的那就从财务自由的角度去切入讲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B必须是最好能写个报告 我上次就讲了B必须最好写个报告给A 不要什么今天我想到一句就告诉A 我明天又想到一句又告诉A 这样子的话A自己脑袋里面A也很忙的 知道吗 所以说也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 给到A 让A自己知道接下来我要准备哪些资料啊 我要怎么怎么讲啊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好那在接下来就是B必须提前敲定好三方会面的一个时间 那么在促成这个会面之前 B呢必须让A和C有固定的时间给你 让他们去会面 那通常至少要一个小时 那先要约好两个人在某一天的一定的 一定是要有时间能够腾出来的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还有就是A和C的时间尽量不要是那种卡得很紧的 只有一个小时 我一个小时之后要去干什么干什么的那种 因为 首先不能保证当天是否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 比如说塞车呀 对吧 或者是迟到啊什么的 而且呢 相互认识啊 预热啊 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嘛 也是需要聊天的一些时间的 所以说一个小时其实是至少的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可能要讲几个小时都不止 所以说呢 最好是安排他们当天 这个时间段之后是没有其他事情的 是比较宽松的那个时间段 这是最好的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 B呢 必须尽量跟C一起来 实在不行呢 也尽量早点到 配合A选好座位 然后呢 负责联络和迎接C 让对方觉得被尊重和重视 那你有车的话呢 当然最好了对吧 B呢 有车最好是开车去接C 因为呢 约好时间以后 B把C带来 那如果C没有自己开车来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轻易离开的嘛 一般呢 会盯到一起走为止 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但是呢 有时候呢 你也不能太过分 因为呢 一开始你约的时候 你可能就跟对方说 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那基本上讲好了这个时间嘛 那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讲完 当然了 有些人如果就是 也有例外的啊 就是你 因为你面对面跟他去讲的时候 你可以去察言观色的嘛 你也可以去了解他的一个肢体语言 你也可以知道 对方 他是想要继续听下去 还是着急要走 所以说呢 如果对方你觉得认为说 他还继续想要听的 他是想要觉得更进一步的话 那你是可以一直讲下去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间的话 你是需要在当场去做一个掌控的 那 如果就是说 能够做到 用自己的方法和C一起来的话 这当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 也尽量的你B呢 和A这两个人最好早点到 然后呢 可以先选好位置坐好 B跟C呢 要一起坐 然后面对A嘛 我上次讲过要面B 那然后呢 B呢 要负责跟C联络 那通常呢 就是C快要到 或者是在停车场呀 或者在楼下的时候 快进来的时候 那么B呢 你应该到门口去热烈的迎接 这样呢 C就会感觉会很好 认为自己会受到重视 好 那接下来就是 B呢 要先介绍双方 要推崇A 然后介绍C 然后呢 要重视C 而不是推崇C 这个度呢 一定要拿捏好的 这个也很重要啊 因为 其实B是认识A和C的嘛 但是这两个人是相互不认识的 所以说你一开始 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你首先先要左右一起介绍嘛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跟对方说 这个人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 某某某啊什么的 然后他怎么怎么样啊 可以什么什么帮到你啊之类的 然后呢 同时你也要把C再介绍给A 说 这个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 然后呢 他对这个 比较想了解啊 等等的什么什么的 就类似的这种情况 其实 说白了 就放轻松的去讲 千万不要觉得像是演戏一样 我希望大家 这个东西啊 其实ABC因为它是经验来的嘛 不仅仅是直销啊 可能在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 也是有类似的一些 一些谈话的一些方式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 不用觉得说 好像 我 我 我好像一定要演好啊 什么什么的 根本就不需要 你平时怎么做呢 你就怎么做 你觉得应该是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就是最真诚的一种心态 去对待这件事情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 B呢 必须重视会面 然后呢 认真的听讲座笔记 让C感受到会面的一个重要性 呃 因为呢 B在边上 来记笔记的话呢 对C也是有影响的 因为 通常来说 我们在约人的时候呢 是要讲清楚 今天的聚会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A呢 给你的资讯呢 可能会影响你和你家里人 一辈子的健康和财务 所以说呢 B 自己必须要认真 不能光要求 带过来的C认真 然后呢 让他光听A讲 你必须自己也表现得跟C一样 要做给C来看 这其实也是为了你自己啊 因为通过实战去学习 也是可以帮助你以后的一个事业的经营的嘛 所以说呢 B必须在A讲的时候 拿笔记来记 好 那如何扮演好角色 我第二页啊 B呢 必须在现场做的事情 一个就是配合A 翻资料给C看 一方面呢 培养B 转变为A 一方面呢 也让C了解到 这是一个真正的团队合作 千万不要一言不发 绝对难为情 当A呢 在讲的时候啊 B呢 就把第三方的资料 当然了 这个是可以事先跟A来沟通好 或者是你们先做一个演练的 这样的话呢 到现场的时候会配合的更好 只要A讲到哪里的时候 B就拿出这个资料 然后指给C看 然后说 对 A讲的很对哦 你看这是资料 是不是呢 然后呢 这样的配合呢 对B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培训 那他也知道 A讲的时候 什么时候要看资料 也容易将来慢慢的 从B转变为A 要知道A越多的话 团队才会不断壮大的 而且呢 B跟A的一个配合 对于C来说 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就是说 这真的是一个团队合作 那一般性来说 这个动作呢 通常是A来做 但是呢 如果你想做得更完美的话 就应该让B来做的 千万 这个B啊 千万不要认为 今天A来了 我就什么都不用干 我就坐在那边 傻傻的一年都不发 而且还坐在那边 扭扭捏捏捏 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 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好 那再接下来一个一点是 B呢 必须在现场做的事情 第二个 配合A 然后呢 在讲的过程当中 要看准时机 简短的插画 鼓励C 并且提醒C 这是团队合作 让C 能够安定 然后呢 不困惑 好 那当A呢 讲到精彩的地方的时候呢 B要适时的去复合 比如说 对 他讲的不错哦 有道理哦 你看怎么样 我认为 真的不错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干呢 我们应该一起朝这个方向 一起努力 我们也是需要借力的 我们需要这个 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事业 那你呢 是我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 一起成为一个团队 因为这个事业不是单打独斗的 你看A 它比我们早做一些时间 但是问题不大啊 我们用的都是同样的公司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制度 对不对 所以呢 A在讲的时候 B呢 是可以简短的 用这一类的一些插画来鼓励C的 同时呢 不时的 有意的去提醒C 我们是朋友 我们呢 将来是一个团队 那因为这个模式的生意 它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作嘛 所以说呢 让C觉得很安定 而不是心里困惑说 哎 是不是B和C这两个人啊 联合起来忽悠我呀 什么的 然后利用人数的优势啊 来给我压力呀 那这样的话呢 BC一起的话 这样子一些配合的方式 就会缓解就是 很多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个障碍 好 那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在A陈述一个完整的主题的时候啊 B呢 不要随意的去插画 什么叫完整 就是说 他这一块内容 因为你 你 你如果到后面的话 如果当A讲的时候啊 你至少会知道 他讲这一块 他是需要 就是说 一整段的一个内容的 不是说讲了一部分一部分 这个是B后面需要学习的 那这个完整的主题的时候 你B呢 就不要去随便的去插 因为呢 这可能会影响到A和C两个人的思路的 那等到A讲完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那B呢 你在用简短的啊 用正面的 正能量的一些赞同的啊 鼓励的一些话去讲 这样子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在当中打断 然后呢 B也千万不要在A角色讲的过程当中 一再的重复相同的内容 相同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 哎呀 你看这个 呃 什么资料啊 一千 一千个精英运动员在使用啊 然后B也在旁边说 是啊 一千精英运动员在使用啊 感觉像复读机 知道吧 就像是有回声的一样的 然后呢 可能会给C 感觉怎么怪怪的 同时这个也会影响到A的一个思路的 好吧 所以说呢 B在这个当中呢 复合的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复合 而不是重复 而且也要见机形式 也不要随便的去插话 这个是第二点很重要的 好 那第三个就是说 B呢 必须主动的去讲解公司的奖励计划 然后呢 对没有参加的会员 绝对不要讲终身对等奖金的一个制度 就是白金嘛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说 B呢 必须要主动的去讲这个奖励计划 而且呢 如果你想真的成就事业的话 这是你成功的第一步 你一定要一口气讲到底 当然你之前一定要自己去 自己要知道怎么讲的啊 好 那 这个时候呢 A可以在B讲完之后 也就是说 A在B讲完这个奖励计划之后呢 再对B可能有讲错的地方啊 或者是没有讲错的地方再做补充 但是呢 A在这里面提一点 必须要耐心的等到B全部讲完才能去插话 也是一样的 并且注意及时的表扬和赞赏B的一个表现 那对于没有参加的会员绝对不要先讲白金领航员制度 因为他连参加都没有参加了 你讲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只会起到不好的作用 这个之前有培训过的 所以说我就不讲为什么了啊 还有一点我也提醒一下 因为我从其他团队那边也有了解过 就是说当 就是可能 B在讲的时候啊 A呢 他明明知道B可能有讲错了 那你也不要马上的就当场指出 就像我之前说的 你至少要在他讲完之后 然后呢 以一些技巧性的一些方式去做一个补充 而不是去做一个纠错 比如说 A刚刚说的B这个人说的是不对哦 这一点 我说一下应该是怎么样 不要这样子说 你就说我给B刚刚说的一些内容啊 做一些补充 因为他呢可能是新人 所以说我再补充的完整一点 等等的这样子 那至于他说错的地方 等到下来之后 而C走了之后 你们两个人在私底下去讲 这样子的话会会比较好一点 否则的话可能会让C觉得B不太专业的 好不好 那这个也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一个 B一定要踢好临门一脚 千万不要让对方回去想想 这个也很重要的啊 就是当在A讲完 并且回答完C所有的问题之后 这个时候B要干嘛 必须立刻射门 必须马上让C去签单 必须运用五道防火墙的这个技巧去主动的去出击 然后呢 你呢 态度必须明确 明确 并且呢 诚恳的对C说 你看我看中的事情呢 绝对不会错的 我们一起做吧 我们一起干吧 我也刚刚加入 我们的朋友也刚刚加入 那我们做一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是非常好的 你要记住的就是说 A呢 他绝对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A跟C刚刚认识嘛 没有什么信任关系啊 怎么可能让H做呢 对吧 这件事情只有B才能做 所以说呢 A完成之后 讲完之后呢 只能在旁边去看 那这个时候呢 B就要发挥作用了 主动的让C去签单 那最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B在旁边说 A 你回去想想再说吧 你回去考虑再说吧 那就完蛋了 所以呢 还是一句话 如果B 你自己啊 对宝英还没有什么信任感 你是说不出口的 你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射门的动作的 所以说你才会犹豫嘛 所以你才会让对方去回去想想嘛 所以 你必须首先先培养自己对公司 对产品 对制度一个百分百的信任 这样整个一个ABC 才有机会去成功的 好 那再接下来一个 B呢 必须记下当天谈话的内容 和准备下次跟进的时间 和具体的方法 那 也就是说呢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啊 不论这个C 决定当场签单还是不签 那B呢 你都要记下当天的这个谈话的内容 和准备跟进的时间和具体方法 这个呢 也很重要 因为 因为ABCABC这个东西啊 包括说你讲人啊 它其实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不可能有人 刚刚开始讲 就绝对可以讲得非常好的 一定是不断的磨练 不断的总结 所以说呢 这个一点提到的就是总结 因为你只有总结自己 呃 就是成功啊 不成功的地方 就是我下面这个要讲的嘛 你才有可能 呃 就是在这个事业当中 不断的累积你的经验 然后呢 不断的有提升嘛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 B呢 等到C离开之后 要跟A去讨论一下 今天会面成功与不成功的地方 然后呢 为下一次跟进 理清思路 那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以后 在ABC中 能够越做越好 越来越熟练的 一个关键的所在 那在下一次跟进C的时候呢 B 你自己起码知道 关键的问题 应该怎么样 再一次的去讲解明白 对吧 还有哪些地方 是我没有讲透的 没有讲到位的 因为呢 呃 通常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忙的嘛 那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可能也记不清楚 当初到底讲到哪里了 或者是问题出在哪里了 所以说呢 这一点也很重要 你计时的 马上的去 把这个思路给理清楚 那因为ABC本身 就是经验的累积嘛 当你不断的 从会面当中 总结得失的话 以后呢 你的这个会面 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的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 作为B角色 他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可见这个B角色有多重要啊 特地还分两大点啊 首先一个 不要迟到 这个是在任何的场合 都是最好不要做的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里面第一点 不要迟到 第二就是 B和C要保持一致 要认真听讲 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听懂了 就不需要听了 然后表现出一副 和自己没有关系的这个样子 这个也很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 你可能当下觉得 我 我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自己去讲 或者是 你 你可能还没有完全去消化 所以说呢 有些东西真的是要不断听 不断听 不断听 然后再总结出一套 自己的一些方式 那这样子才是 对的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 我听一遍懂了 我就不用再听了 不是这样 像 就像大师一样 我最近几天 一直在跟着大师 去听他讲课嘛 他讲的东西 其实 80% 我都已经听过好多遍了 但是呢 我每次听 我的感觉都不一样 而且我 我觉得 好像还有很多 很多要学的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的 第三个就是 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动作 千万不要去做出来 然后去影响 整个谈话的气氛 什么抽烟啊 这种 反正不太好的东西 会影响到别人的 一个注意力的 这些动作 不要做出来 接下来就是 电话最好静音 如果方便的话 最好让C也静音 不要去接电话 不要去随意的 离开席位 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都清楚的 一旦来电的话 这个声音 有些电话 这个声音来电 很震撼的 一定会影响到 整个一个谈话的内容的 所以说我建议 最好能够进行 这也是对 演讲的人 和听的人的一个尊重 好 再接下来就是 如果C讲的语言 有别于A跟C的时候 A跟A跟B的时候 那么在ABC 共处的谈话时间之内 A和B的交流 最好也用C 能够听懂的一个语言 不然 C会觉得不尊重它 或者是A跟B 在商量如何对付C 这个也很重要 比如说 我上海人 然后呢 我跟B都是上海人 好了 那C他可能是 什么的 就是北方的 他可能听不懂上海话 那我们两个人 在叽叽哇 说上海话 那C他听不懂 觉得是在尊重他吗 所以说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最好是用ABC 三个人都可以听得懂的 那普通话是最好的嘛 对吧 好那接下来就是 如果B和C的语言 或者是方言 不是A能够听懂的 那B呢 也不要在旁边 无动于衷啊 必须要帮A去翻译 这个呢 我倒是遇到过的啊 就是说可能一些语言 呃 嗯 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南方的语言 就广东话好了 好吧 我这次去广州的嘛 我听不懂 那B跟C 他们两个是 呃 广东人 然后呢 C这个人呢 他呢 普通话也不好 那B这个人呢 他普通话 广东话都还可以 那C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他只能用广东话来问啊 那我又听不懂广东话 对不对 那作为B 你就在旁边必须要充当一个翻译的角色 你不要在旁边像傻子一样 你认为说 我A能够听懂 A又不是 A又不是百度翻译 对不对 所以说B在旁边 一定要充当翻译的一个角色 这个也很重要 好 再接下来一个 在A讲的过程当中 如果A有任何地方讲的不妥 或者是不对 那B呢 不要当着C的面 去更正 甚至去反驳A 那可以在 这个会面结束以后指出来 这个呢 非常非常重要 否则的话 会让C觉得 A这个人是不专业的 这个其实我刚刚也有提到过 所有的这些 你觉得在讲话过程当中 不对的地方啊 或者是你觉得欠妥的地方 你都要在会后 再跟对方私下的去讲出来 去交流 这样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唱对台戏 因为我今天知道的啊 就是有另外一个团队的 一对夫妻 他们在讲人的时候 两个人就制度方面 会当面吵起来 搞得自己下线 在旁边听的一愣一愣的 这个也蛮有意思 所以说他们的下线到现在都不知道制度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 这个呢 作为A也好 B也好 都千万千万要注意 好那再下面一个就是 C呢 如果在开小差的话 不专心的时候呢 B呢 要去提醒C 要把他这个注意力拉回来嘛 好 接下来一个是 不要把话题查开 B呢 是要起调和作用的 要配合A 将话题不偏离 要把C引入到主题里面 举个例子 比方说啊 可能C有时候就忍不住会问问题啊 那 可能A呢 有时候经验不足啊什么的 会容易被他带走的 对不对 那有时候呢 你这个B呢 你要记住A当时在讲什么 然后呢 A在说 在回来的时候 你B要告诉A 你刚刚讲到这边了 然后你可以继续 所以说呢 B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真的是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你自己也不要主动的把话题查开 突然说 哎你看这个 什么巴西队进球了啊什么的 在旁边看新闻啊 或者是谁是谁 你看哪个明星结婚了啊 这种东西 这种话题跟这个事业完全无关 的东西千万不要讲 好 再接下来就是 不要太过在乎 在乎C的一个感觉 因为你自己必须搞定自己 这边讲的是必要 也就是 要搞定我们的公司啊 产品啊 制度 你自己必须要理解 而且你自己必须清清楚楚的知道 这个东西 这个事业 绝对只会帮到人 而不会害人 一定要非常明确 否则的话 你会在乎自己的颜面和尊严 同时呢 你也会在乎C的一个感受 主要是指 C对直销的一个感受 而让整个一个ABC去失败的 所以说你 如果C讲到一些 一些一些不太好的负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不要去受到影响 因为你自己要知道 你绝对是在帮他 而不是说委屈求全的 是想要让他去做什么 或者是你想要说服他去做什么 不是这样 所以说你自己必须心理要搞定自己 把自己脑袋虫给挖干净了 再接下来一个就是 在A乘数一个主题的时候 B不要去随便的插话 我刚刚前面有说过的啊 可能会影响到AC的一个思路 那等到A讲完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你再用简短的用正面的充满正能量的 赞同啊点头啊或者鼓励的话 去讲 好那再接下来一个 我也是刚刚说过的 就是B呢 千万不要在A讲的过程当中 一再的重复相同的内容 就像是复读机一样嘛 有回声 也会让C听起来怪怪的 同样的也会打断A的一个思路的 再接下来也是 对没有参加的会员 C绝对不要讲白金领航员制度 因为他连参加都没有参加 讲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只会起到不好的效果 没有参加的会员 他们只要知道 什么是对碰奖 就OK了 这个是最最最基础的一个佣金 你光是要了解这个东西 你就要花好好久的时间了 你没必要去跟他讲 这样一个额外的一个制度 而且是跟没有参加的会员的这个 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对于没有参加会员的人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跟他去讲 这样如果你讲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然后呢 当C角色不断的提出借口的时候 鼻呢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 去帮他去同意 比如说 哎呀我没钱呢 哎呀我没时间呢 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啊 鼻呢就就跑在旁边说 哎呀他是没钱呢 那就算了啊 他是没有时间呢 那就看样子也做不了啊什么的 千万不要帮他去做决定啊 这个时候你就让A去帮他去做一个解决 然后呢 再接下来就是B呢 不要让C带着问题离开 一定要解决C脑子里面所有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你邀他一次也不容易啊 是不是 你邀他一次去听A讲 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你邀你让A腾出一个时间去给别人讲 也是要花很多精力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什么叫一次性的把 资讯完美的传递到位啊 就是要做到这样子 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 把C脑袋里面的这些问题 全都解决嘛 那最后他要不要 是他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必须要把资讯传递到位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要必须搞清楚的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不常碰到 但是呢 如果有的话 就非常糟糕 B呢 可能为了让C马上加入 主动的帮C去付钱 或者是向A去借钱 帮C去支付这个东西 这个呢 是万万不可以的 借钱这个事情 在我们团队坚决不要去做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一个场地座位的一个注意事项了 这个就简短的说一下啊 很简单 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 一定要在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嘛 对吧 这个不能吵的呀 第二个呢 就是呢 三方都不太陌生的地方 比如说外面的咖啡厅啊 小茶馆啊 对不对 或者是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熟的 那可以去别人家里啊等等的 否则的话会比较拘谨一点啊 第三个就是要相对比较轻松的地方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轻松的话呢 就也可以放松 也不是说放松警惕了 就是说 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去倾听和讲解 那接下来一个就是 如果在外面见面的话呢 A呢 必须要靠背靠墙壁坐 然后呢 面对外面 鼻心呢 必须紧挨着坐 面对墙壁 就是面壁 这个我之前也有讲过 那这边再强调一下 或者就是说 就是靠着墙角去坐 就是有些地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吵嘛 那你也尽量去找到这种墙角的地方 不容易就是受到外界的干扰 然后呢 不要去对着窗户的玻璃 因为会看到外面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嘛 也会被扰乱视线的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鼻心呢 就自始至终的都是面对A 这样子才能保证在讲解过程当中不会被干扰到 好 那如果呢 在对方家里的话 也是一样的做法 就是呢 鼻心紧挨着坐在一起 然后呢 面对A 否则的话 A跟B坐在一起呢 就感觉像是两个对一个一样 然后呢 C就会有负担 觉得两个人对付他一个 再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ABC 做这个期间呢 不要吃任何的东西 比如说水果花生啊 瓜子啊 都不应该去吃 你可以吃的是什么 喝一杯水 一杯茶 或者是一杯饮料 那你讲完之后 你什么都可以吃 举个例子 你自己想想看 两家公司的总经理在谈判的时候 会吃瓜子 吃花生嘛 对吧 然后会在吃花生瓜子的时候 做一些重要的决定吗 而且 其实我们听过大师讲座的时候 大师他基本上都是不吃东西的 因为他说什么 因为吃东西的时候 你的血液会进入到胃里面 去帮助消化的嘛 那这个时候呢 你脑袋里面可以暂 可以说是暂时性的缺少一些血液 那就不太容易集中精力去听讲的 对吧 我们其实很多人上班族啊 都会这样嘛 吃完中饭 然后呢 散散步散个二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然后我就去午休了嘛 因为 我脑袋里面没有 你就是说 这个思想啊 注意力啊 不是非常集中的 那这个时候中午啊 办公啊 其实也效率非常低下的 那还不如睡个午觉 所以说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白的 只能有一杯水 没有任何东西 讲完之后你随便 然后这边我再提一下 我不知道之前 有没有讲过 就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最好就是说 啊能够带一个人过来 去专心的去带孩子 避免去让这个孩子的一些行为 去影响到整个一个谈话的内容 啊这个也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如果是C带过来的孩子 然后呢孩子一直在旁边玩耍啊闹啊什么的 那C的注意力完全就会被这个孩子的注意力给带走的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说呢这个是今天我关于ABC内容这个B的一个讲解 之后呢就是一些问题了 以后再说吧 好不好 有很多工具来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习惯性用纸质的 就是用纸质的 就是用纸质的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 我拿回去 然后就要跟他做一些 就是用纸质的